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各方当事人的矛盾无法调和 闹上了法庭 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还是没有解决 到底是个什么事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正匆匆帮忙赶路的是浙江省永家县某医院的冯医生 冯医生说每天从医院一下班 他就恨不得一下子赶回家 因为在那儿有他惦记的宝贝 一打开门 几只猫已经在等冯医生了 这几只猫就是冯医生的宝贝 也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这些猫咪着实可爱 但扑面而来的味道 还是让记者喘不上气来 冯医生今年55岁 这些年他一直单身生活 冯医生说他从小就喜欢毛 他养的这七只猫 有五只是朋友送的 还有两只是他自己收养来的流浪猫 冯医生说他每个月都会拿出大部分的工资去买猫粮 而且这套三室两厅130多平米的房子 他买下来自己没住 现在让七只猫住着 应该有多少钱能不能买下来 我这一生只买过这一套房子 一生只买这一颗房子给猫了 对 那这套房子有多少钱买下来的时候 35万 你看花了35万 买了130多平米的一套房子 而且是三室两厅 就让猫们在这住着 对于猫们来说 这绝对算是豪宅 我们平均理一下 七只猫这个面积 约等于一只猫 平均一个人小20平米 前段时间北京有那个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北京在出租那个胶囊公寓 人住的地儿 一个人平均不到两平米 您说一只猫住小20平米 这是不是猫的豪宅 由此我们就特别能够感受到 冯医生对猫的喜爱到了什么程度 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 猫住这了 冯医生住哪 冯医生是这家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现在他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 他自己住的这个地方 只相当于两只猫住的那么大 可即便是这么小的地方 堆的最多的还是猫的用品 而且和他挤在一起的还有一只猫 冯医生说 在他所有的宝贝中 这只叫倩倩的猫是最不幸的 两年前 倩倩从楼上摔了下来 摔赞了一条腿 冯医生就把他抱了回来 单独留在自己身边 毕竟自己是医生 照顾起来方便些 这边倩倩独自享受着冯医生 给他安排的小资生活 可豪宅里的七只猫 却给冯医生惹事了 原来七只猫住的这栋楼 包括半地下室 一共有七层 猫们住在一层 楼上是201的邻居 他那窗户打开就很难了 我们吃饭都吃不下 七只猫楼上的201的邻居说 自从成了猫的邻居 窗户打开 他们受不了 窗户关上 猫特殊的气味 还是会无孔不入 这个卫生间 这个楼是相通的嘛 所以它就气得很大 不仅201 就连他们楼上的301 邻居们也怕这些猫了 他老伯今年78岁 是个退休教师 他说这里的房子 环境很好 推开窗户就是小山 山上郁郁葱葱 在家里就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可现在 他宁肯让这房子空着 也要到外面租房子住 现在是住 住了这个家 一个月七八都可以租 的王子租 汤老伯说 他好长时间没在这里住了 记者来采访时 他正好回来 开开窗 给屋子里偷偷吵气 就在汤老伯在楼下 向我们诉说他的遭遇时 住在七只猫楼下的邻居 也插话 你来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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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住哪 我就是住这个楼下 楼下和这个门开掉 你走出的有命 他就是猫住 不是人住 是猫住 可对于邻居们的说法 冯医生完全否认 他说 为了照顾好这些宝贝 又不影响邻居 他已经用尽了办法 首先 猫粮是最好的 这些猫粮都是可以减低 这个猫的尿骚味 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 其次 只要有空 他就来打扫 每次至少要打扫 两个多小时 第三 他还经常使用除臭剂 等各种空气清新用品 尽可能的减少物理的味道 讲的那么恐怖 又是什么测虚了 他又是什么饭也吃不下了 又是这个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冯医生认为 邻居们的指责 只是强加在 这些可爱的猫身上的罪名 可邻居们说 如果是罪名 可绝不止这一条 还有更难忍受的罪 就是叫 在夜里叫起来 那就是没办法 睡觉 真的行 他就是有点小孩哭的样子 有点像什么样子 就听不出来 叫声 夜里又这么大 所以就忍无可忍了 因为猫都有发情期 在这个阶段 无论是公猫 还是母猫 都会发出特殊的叫声 这让很多人都会觉得刺耳 冯医生自己也承认猫叫 但他说 那叫声远没有邻居们描述的 那么恐怖 冯医生一再强调 说猫的气味难闻 叫声难听 都是邻居们强加给猫的 莫须有的罪名 什么事情你都要有证据 没有证据你能胡说吗 我就是这么认为 冯医生说的也特别对 你说猫影响了你的生活 拿证据出来 冯医生的这句话看着简单 真把邻居们给为难住了 不是老说这气味难闻吗 气味无法忍受吗 什么叫难闻 什么叫无法忍受 到什么程度就意味着 冯医生已经侵犯大家的权利了 而且气味怎么抓不住啊 它不像很多证据 可以明确的在这摆着 让所有人一目了然 怎么办 这个问题以邻居们的能力 真是解决不了 最后环境监测大队出面了 现场比较有比较养松的 那个心臭味板 还是比较明显的 天气静好 无风的情况下 这个气味上发不掉的话 会对周边群众产生影响 有没有一个标准 什么样的一个气体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浓度 影响别人的生活 这个因为我们没有这个 因为我们计程所呢 我们有这种相关的设备 无法从数据上能体现这个 我们只能从现场的那个感光 工作人的现场感光来判断 看来要取到猫味熏人的证据 对专业人员来说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们承认 味确实是有的 这是关于气味 那猫的叫声呢 取证就容易吗 邻居们说 他们自己没有录音设备 他们也曾经找人借来了录音设备 可半夜起来准备录音的时候 猫似乎警觉了 又不叫了 你说巧不巧 我们的记者去采访呆的那几天 这些猫们真的就没有发出什么 奇怪的让人无法容忍的声音来 那么邻居们听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 其实猫发琴时的叫声并不难找 记者找到了几段声音 这个是什么 这个比这个还厉害一点 比这个还厉害 还厉害的 还哭的 他妈妈打给他还哭的一样 这样有点像 你听这个像不像 对 就是这个音 对于邻居们的指责 冯医生说 我的猫究竟是怎么叫的 你得用我的猫的叫声来说事 不能找其他猫的叫声来替代 冯医生认为 对于自己家里的那七只宝贝 气味和叫声的指责 实际上是有些人对小动物没有宽容和仁爱之心 这分明是在欺负自己的猫 你说到底是我惹他 他惹着我 我现在都觉得很奇怪了这件事情 我又没去惹你 你凭什么成天没事干来惹我呢 邻居们发现在猫的问题上 跟冯医生讲理已经没用了 他们找到了冯医生工作的医院 因为这个养猫毕竟还是属于一种个人爱好 跟医院还是没有什么关系 说话的这位是冯医生科室的主任 冯医生工作的单位解决不了 又能找谁呢 因为猫住的这栋楼 坐落在当地的乌牛镇西湾村 二楼和三楼的邻居们 还曾经找到过村委会寻求帮助 可是经过多方做工作 村委会主任也为难了 最大良题就是他不听话 他不听我们劝 我们也找过很多人给劝他 我又没犯法 不就养了几只猫吗 养猫犯法吗 我跟你讲猫是宠物 它是人类训养过来的动物 猫它就是要和人同居的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事实 邻居们也曾经试图 跟冯医生直接对话 以缓和彼此间紧张的关系 但是往往会碰一鼻子灰 我爱去敲他的门 我说你有什么事 我就叫他你开一下门 让我看看你里面有多少猫 他到我家到底看有几只猫呢 你平时哪点能进我家 他自己不做了 就是因为那个气味太难 他自己都受不了 如果你冯医生也搬到这来 你和猫住在一起 那我们就忍了 按理说邻居们提的这个问题 非常有道理 很有价值 必须要仔细讨论讨论 放着一个豪宅 你让猫住 你自己去挤那个单身宿舍 道理何在啊 对于这种说法 冯医生在谈笑之间就做了回应 因为我工作也挺忙的 我也不是说天天闲着没事干 等我退休的那天 我不需要工作了 我会跟他们做一起的 只要提到猫 冯医生总会笑得很开心 他觉得自己喜欢猫 就有责任维护猫的权利 但是现在猫是好过了 邻居们可难过了 邻居们只好使出了最后一招 打官司 跟冯医生和他的猫们 到法院去讲道理 一开始法官认为 邻居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主张他们协商解决 当地的永家县人民法院 欧北法庭 判令冯医生在30日内 把猫搬离现在的住宅 但是判决书中并没有要求 冯医生把猫搬到哪去 冯医生的猫们 也的确没有地方可搬 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 冯医生提起了上诉 我不可能不上诉 凭什么平白无辜的 我就该把我的猫搬走 我又没惹着你是不是 我只不过在我自己的家里 养了几只猫而已 我也没到你家去抢 也没到你家去偷 因为这些猫 冯医生和邻居们 已经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难道这场官司还要继续这么延伸下去吗 到底能够想出什么样的办法 来妥善的安置这些猫 我们的记者也专门采访了一些爱猫人士 希望他们能够替大家 想出一些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这是出来了 哎 乖 北京市的狼先生 在他生活的小区里 爱猫是出了名的 为了不影响邻居 在征得居委会的同意后 他把猫的家 安在了这个办公楼前的树层里 他在外面呢 也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 你可长得就很壮 身体也很好 目前冯医生已经把全部的猫搬出去了 但是类似的事情呢 在全国的其他小区并不少见 现在爱动物的人越来越多 这是好事 但是怎么能够在处理好人和动物关系的同时 又能照顾到左邻右舍的关系 这是人们在选择照料动物之前 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张长宝从事最基层的检查工作 已经29年了 内蒙古很大 外出半岸 他在农家炕头上度过的夜晚 都已在家 她的日子 有三分之二是待在农村 每天面对的是抽着便宜捲烟 身上沾着泥土的农民 张长宝 以翁兴换银心 便上网为下网 只是为了不让农民兄弟怀着希望而来 待失望而归 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乡村检察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